大家好 又到星期三 又是我Leah 见到我Leah都知道 今天又是时候讲动漫、讲打机和讲韩星 第一样想和大家分享的东西 就是见不见到我耳朵上的 嗯 没错 是一个耳机 在舞台上我们都会见到韩星、明星、香港唱歌的歌手 都会见到他们在舞台上戴着耳机 耳机即是俗称In Ear In Ear有什么用呢 除了可以听音乐和声音之外 我们经常会见到韩星这样在脱耳机 其实这个动作除了听大家的欢呼声之外 还有什么作为呢 因为In Ear通常一边耳朵是音乐声 一边是他们自己唱的声 因为在舞台上听会有很大回音 为了令到大家听觉上有享受 让他们唱出来有没有延避音准的问题 所以就会带耳机 但除耳机的理由 其实不是因为他们只想听尖叫声那么简单 亦是因为你带着耳机 在耳机回来的声音和喉咙共鸣 自己听到的声音会有点不一样 所以他们在某些时间就会除耳机 大家不要以为在舞台上每个明星都这样 在耳机是为了耳朵或让大家听那些尖叫声 原来这东西都是有科学根据地有解释 有理由地做的 不是单纯是刑的 第二样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综艺节目 就是中文人也善良地生活 善良地活吧 这个就是一个真人秀的司法节目 里面有偶像明星组合的成员 还有有普通的综艺人在拍的 这个就是由不录到司法程序 所有警察不录出庭到入监 都会由警察协助完全真实地进行 监仓也会和真正的囚犯住在旁边的节目 其实是想给大家看看 真正的囚犯是怎样生活的呢 或者偶像明星入狱之后会遇到什么呢 就找一帮知名人士去给大家看到监狱的生活 这样的节目 不知为什么呢 最近也不是最近的了 韩国一直都比较流行这些真人秀的 包括花样旅行 或者是一个爸爸去乃儿 其实本身都是超人回来了 朋友来的嘛 那类全部都是一些 怎么说生活性小小的节目 现在连入监都已经拍了 之前结婚又有什么新婚日记 我们结婚法 现在连入狱了 我真的看他有什么送葬之类的真人秀 但值得一提的 这个题材其实在韩国现在不知为什么很流行的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留意下一单 为什么我刚才上一单的时候会说 最近他们都很流行监狱题材呢 就是因为在水母剧里面 Sikiru Kenpai Senhui 里面就是聪明的生活 即机智的牢房生活里面 都是说监狱的题材 其实有一点就是怎么说呢 首先上一个节目想说给大家听 其实因为很少的事情 如果被人捉到 可能会导致你有机会触犯法例 因为大家可能有留意新闻 或者KT卡都知道 其实韩国都有很多明星的逃税 或者有一些不好的东西 还有罪嫁这些东西 都会影响到你的人生 之类之类的 他就是想告诉你 你生活发生这些很少的事 很少的错误 都可能会导致你 受到这个司法机关的审查 这个机智的牢房生活 其实是一些牢房趋势 当然剧集或剧集 真正生活或生活 所以你可以把剧集和钟艺分开去看 但这两套东西带出给你看 就是就算他在牢房生活的人 都未必是大奸大恶 其实都是一个不错的社会话题 有社会议题 所以我觉得就算我们不是韩国人 就是我们是香港人 都可以看看 虽然司法程序可能有点不一样 但一样 犯过法他都未必是坏人 没有犯过法都未必是好人 是好人来的 没错 这两样都是我这个星期 想推荐大家留意的韩国 钟艺和剧 讲完韩星就当然要讲游戏 今天刚刚刚遇着刚刚 在PlayStation的官方看到 他告诉你 在Until Down发生的60年前 在黑木疗养院发生了什么事 你是一个病院的病人 究竟会发现什么的真相 没错 The Inpatient 就可以看到这个故事剧情 好像很恐怖 你今天玩了吗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Eva和Liu Balance的链成鞋馆 现在再接再来 想和大家分享下 PlayStation成Like 和Doraganboru Cosova Adidas 这个鞋款 其实可以看到 我觉得 嗯 我自己就因为喜欢Eva 多于Doraganboru 我本身就已经觉得Eva的 帅哥帅了 更何况Doraganboru 其实这样一队里 我觉得Feliza 即是菲莉 菲莉那一队 我觉得各款白纸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黑色 但值得一提 我自己觉得PlayStation那一队 反而有趣一点 PlayStation成Like那一队 前面是会穿灯的 究竟它是穿灯还是夜光 我未发现 总之它会发光 这一件事我觉得好有趣 不过我可能有些强迫症 我对左右两只鞋是不同 这一件事有些抗拒 因为PlayStation那一边是PlayStation Logo 在鞋页上 一边就是PlayStation那个 都是Logo 不过是一个字一个样子 所以其实如果给我选 我应该就不会买PlayStation完成 不过我相信各位炒架 可能都会看得出它拥有的潜在价值 和市场的供求 所以大家记得留意 但Dora根波鲁成Adidas那一款 我建议大家除了收藏之后 如果穿出外面就尽量不好 因为我认为不漂亮 就是这样 听到这两句咒语都知道 又说哈利波特了 之前说哈利波特会出这个AR手机游戏 我今天为什么又说哈利波特了 没错 它事前登录出现了 也知道这个游戏是怎样的 你就会成为霍格华兹的新神 就会去学习不同的魔法 和见到大家熟悉的教授 究竟我何时才可以将一支笔 变成一支真魔杖 和大家表演15发现身呢 嗯 等它等我之前登录了 之后试玩完再和大家说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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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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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玩着 没错 我玩得那么激烈在玩什么 就是我的偶像 BTS的 Superstar BTS 这支游戏在上星期四已经推出了 这支游戏在三天内也破了八万的下载量 为什么无端提下载量呢 也是提下货金量 因为它在推出的当日 开始同时进行的一个货金游戏 一个是登录人数 下载人数 之而此类 够破某一个标准 它就会送礼物的游戏 它也有一个抽卡包 不知道抽了多少呢 就已经可以抽送卡 同样都是八万 它也都突破了 为什么我无端提下来呢 因为基本上香港最少要货七十八元 才可以 叫做货金 在这支游戏里面 这样的话 但七十八元是抽不到一包卡 大概二百元抽到一包卡 它货了八万的抽卡 那真的应该多少钱呢 啊 没错 游戏加上韩星 两样合成 是真的很赚钱的 大家如果有玩Superstar BTS的朋友 不妨留言或inbox 和我们分享一下 你手抽到的卡 或者你最厉害是哪一张卡 欢乐的时间 觉得特别快 又是时候说拜拜 下个星期三 天与财经台 SkyBalance 周三 有我周三少女 Lia